話說昨天說到,當時蓮花青想吃黑回來的那份飯菜 但無奈,又怕傷害了兩個小黑衣 於是略施奸計,跟兩個小黑衣說 不如這樣吧,我們鬥嫂白纜 看看誰說自己最窮、最可憐這頓飯,就歸誰吃 兩個小黑衣說,好呀好呀,這叫國安天命 不過你是兄長,你先說吧 蓮花青當時心想,兩個小黑衣,有什麼可能說得過我 我不斷講一段時間,塞住你的嘴,然後吃飯 到時兩個等餓死 當年黑飯的那些黑衣,都要懂得說薯白纜 在當地叫做念窮哥 是打著牛骨板,觸警生情,臨時編出來的詞 這個一點都攔不住蓮花青 只是他當時開口就數了 家在破廟住,草蓮當皮玉,頭枕一塊磚,身披爛麻布,三年無吃雲,今天才見玉 好,說完,他伸手就要拿瓦罐裡的飯菜 其中一個小黑衣,即時攔著他就說 大哥,慢著,你說的不算窮,你聽聽兄弟我說吧 我是沒有容身處,難草蕩皮玉,頭枕半塊磚,常年打出玉 餐餐飲凍水,今天才見飯 這個小黑衣被蓮花青說起身窮得多,困難得多 他說第一次見米飯,說完又要伸手拿瓦罐裡的飯菜 另一個小黑衣,即時攔著他,然後又說 大哥,二老你們說的都不算窮,再聽我說吧 我是沒有蠟腳柱,頭枕過手搶,常年光屁股,南天當屁育 生落就挨餓,只等依口飯 所以兩位個個肯定窮不過我,做兄弟的不好意思,我先吃吧 這個時候,瓦罐在火上面,已經興了很久,熱辣辣飯,熱菜香 這個小兄弟,我都眼霧金星,什麼都看不到 先前那些乞丐仔也說話不算窮,又過去搶一份 兩個人當時還理論,一個就說 三底,你說話都不算窮,生下來就挨餓,有什麼可能活到現在 另外一個又說,二哥啊,你說喝了十幾年的凍水都能活到現在 為什麼我又不可以生下來就挨餓呢 他們兩個正在吵到不停口,但連化青就不出聲了 他一聲不出,就摸到一塊大磚頭,拿在手裡 在那邊,照這兩個乞丐仔的後面不停拍下去,一轉就一個 啊,可憐兩個乞丐仔,都還未明白什麼回事,就橫屍當地 連化青當時撈兩句,抵你死的啦,死狗 於是丟下手中磚頭,搬開兩具死屍,在火堆上拿瓦罐下來,揭開蓋紋一紋 飯熱菜香,於是拿起飯菜,不停在嘴裡扎 但是這個時候,他忽然間聽到一把陰森的聲音就說 你好狠啊,為一張一口飯,竟然落黑手,害死自己的結拜兄弟 你不怕遭報應嗎? 連化青的臉鱷哥頭,只要廟外邊伸了個頭進來 是個臉上有疊疊的,很瘦的阿伯,只是看掌相要令人心中一律 身後邊還跟著一隻大猴子,看樣子是一位跑江湖灑猴賣藝的藝人 連化青當時心裡有些吃驚,但故作鎮定就說 嘿嘿,他們兩個乞丐仔,在動武,魔女犯,互相殺死對方,有什麼辦法呢? 但是灑猴子的不是這樣看,尼雲算是被他逐正雞腳 然後他冷笑了兩聲就說 嘿嘿,好啊,你儘管跟官府這樣說,看他信不信呢? 棉花青跟著說,你一個死人灑猴子的,關你什麼事啊?你想在這兒憑空血口噴人? 灑猴子的人就說,我就不屈你,我只是想請你在河裡幫我找一件事 噢,原來這個灑猴子的逃經此荒山,無意之中得到一本魔古道奇書 那些旁門左道的伎倆,並沒有長生不死出神入化的法門 僅是一些招魂走私的邪法,其中也有不少陰陽鎮法 那麼這個灑猴賣藝的江湖藝人,畢竟文化程度有限 他也沒有什麼野心,只是想借此罪念錢財賺錢 那麼他識看天津衛的風水形勢 那麼他就知道三叉河口有鎮河的鐵物,河底下能夠養屍 那麼如果將活人浸死在河眼裡,死後的怨恨之氣是不散的 等過些年頭,罵水災悍災一會兒,再把那條屍撈出來 那麼那個死人就會整身生滿青菜,好像綠毛殭屍一樣 誰看見都害怕,但是只有這個傻猴子知道是怎麼回事 那麼他到時候就可以自稱自己是新華異術的高隱 就施展神通,韓服此處的屍拐,就要在這裡見廟造塔 永鎮何眼,以保平安 那麼到時候,上次達官貴賢,下次凡夫走卒 這些善男信女,誰不敢向他捐錢呢? 沒錯,當時他就想了一個橫財夢 但很無奈,當時這個傻猴子不懂游泳 他就想要找一個水賊圍圖,做他的跟班 那麼他就聽說了何妖蓮化青的事很久了 當時關上關下的人都說這個人水性好 就一路找到過來,才找到他 那麼巧呢,就見到蓮化青和兩個乞衣仔欠一口飯吃 在後面用磚頭拍死人家,加了兩條人命 然後又裝了什麼事都沒有發生,坐下來吃飯 嗯,所以這個傻猴子一看 這個小孩果然是可造之才,夠狠心 但是眼前要利用這個臭小孩,就不能跟他硬拼 只能夠花言巧語地哄他 於是他就對蓮化青,許下承諾 如果你真是願意做我徒弟的話 今後我有粥吃粥,有飯吃飯 我吃什麼,你吃什麼 為師還會傳授你通勝之法 往後你安身立命,誰也不敢欺負你 這個時候蓮化青走投無路 聽完傻猴子的老頭這番說話,不免都動心了 當場就扣頭擺他做師傅 然後在廟後便挖了一個坑 將一個乞衣仔的死屍就埋了下去 然後就跟著他入了城 後來那個傻猴子的惡貫滿營租了天蠅 就橫死在李公池的菜園沽井裡 之後蓮化青就僥倖走掉,但有案底在身 也不敢再在城中輕易露面 所以你們如果想逐拿他,必須有個金頭蜈蚣幫你 咦,金頭蜈蚣是什麼來的? 他有什麼神通那麼厲害,可以幫到他們逐年化青呢? 欲知後事如何,我們稍後回來再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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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